你们可以试试看 可以把TextView是不是可以 要不就是怎么样 把body到body的 中间前后用切字串的方式 把它切掉 放进来 可以呀 要不然的话你要不要把它改成WaveView WaveView来显示 网页格式就不会有问题 两种方法 另外的话请各位自行把这个Sample 再改一下 旁边看要不要加一个Editas Send一个讯息之后 你可以一直Send 那这个地方可以Run 所以你会发现了我们 这个动态网页 你只要环境OK 然后呢 这边就可以同时了 不过还好你会发现 这样我这个环境 还可以跑得动 可见了你们的环境 跑动应该更没问题 OK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用Gate的方法 然后来来实作 这个我们在那个Android里面 其实要来存取 Web server的东西 其实非常简单 用Gate 但是Gate的缺点就是优点是说它很灵活 传递参数就可以 但它缺点是吧 你的你的那个参数都被人家看光光了 有没有 所以一般有安全性的 限制的 信量都不用Gate 不过一些购物网站好像我看他都是Gate 就是用Gate 上面可以自己 因为没有关系 反正我这个你要下单 我尽量你用没关系吧 但是如果说你是什么帐号密码的 一定都不会用Gate 没有人把帐号密码秀在上面 请输入帐号密码 帐号密码 绝对不可能 所以login的话一定都会用Post 就是后面我们要讲的 用Post Post它会帮你加密 之后再传递 所以这个安全性会大大的提高 但是Post的缺点就是 比较没有办法有弹性 你一定要有一个 一个view 一个网页 一个表单 然后乖乖的传递过去 它接收到之后 帮你做后续的动作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会再做说明 那它的流程基本上 Gate其实差异性不大 所以请各位 自行再做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还没有 做得很 很好的 就是说 底下TestView秀出来 居然是一个 一个一个 HTML 那你要怎么样 把这HTML 变成 USER 你不可能 给USER看到HTML 所以你要怎么样 切字串 切 再不然的话 你用TestView来秀 都可以 这个我想各位再试试看 那上面自己再加一个 AdTest 用TestH 好